為各位介紹下面這張商品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車型是五代進戰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一組尾燈下蓋 就是這個部分 這是上蓋的部分 這個是下蓋的部分 這個是包覆式的一個產品 賣客倉庫當然也有做一個銷售 包覆式的一個產品 使用原廠尾燈下蓋的部分做包覆 我們看到其實這一組尾燈下蓋 原廠的造型設計上真的是零零角角的 相對的在包覆上 對於師傅的手工藝來說 還是更加的困難 當然也是考驗著一個師傅的功力所在 我們來細看一下 我發現這個在尾燈下蓋跟上蓋搭配起來是非常的漂亮 看一下這是上蓋 這個是下蓋的部分 搭配起來非常的好看 那尤其這個客人有更換這個COSO的後尾燈組 所以在整體上的一個視覺上看起來更加的漂亮 那我們看一下商品的細節部分 雖然它是為包覆性的產品 我們知道包覆性產品是原廠再加一層上去 但是呢 我們看一下這種非常多的零零角角的細節的這個轉折點 在這一個工藝上呢 這個師傅處理的也非常棒 那線條也沒有被拉扯到已經有裂紋的一個狀況 這個是考驗著一個師傅的功力所在 像轉折點的一個部分 那尤其像這種地方 下面的一個部分 這個都是 這個全部都是 考驗著一個師傅的功力 包的好不好 真的是差異很大 那我們經由光線下去看 它也沒有很大的一個起伏 都有一個非常不錯的一個水準 那上蓋的部分 目前各位所看到的 這個是真控高壓的一個款式 是直接貼上去的 那下面也是 包覆的一個部分 上下兩種是不同的做法 但是我們發現喔 我們的這個 手控自在的品質都有不錯 無論是下蓋 上蓋 後扶手 後扶手是屬於包覆的一個部分 它的精油的處理呢 都非常的一致 不會太黃 尤其呢 很多在精油上的處理 都會覺得太黃 我是覺得太黃呢 不會太漂亮 當然如果說 稍微有一點點是 可以凸顯碳纖維的一個特性 但是如果在太白的部分呢 我會覺得說 我個人認為在這一方面 可能就會比較 稍稍的上市一下 那麼一點點的質感 所以在這個精油的處理上 是還不錯的 那細節的部分 我們剛才看到 左邊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 右邊的部分 右邊部分 也有相當的水準在 那這個是 麥可倉庫的鈦牌 喜歡幫我們 可以上考看看 或到麥可倉庫機器 來做一個選購 謝謝大家